新闻敏感度制作了长假特别节目 针对市民关心的道德话题进行了连续的测试 节目播出之后观众反响非常的热烈 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我们连续离新闻敏感度节目 一共制作播出了中秋节老人们回家团圆了吗 你会回应保安的微笑吗 用餐后自行收拾摊盘你愿意吗 过期的月饼券还能领到月饼吗 婚宴上蹭吃蹭喝会被发现吗 等多期测试节目 敏感度的宣传词是新闻敏感度 测试您的真实态度 这关乎每个人生活内容的测试话题 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想回家吗 哎呀 这都是我的家 我那家 全部家都给儿女了 我给这一辈子了 不离开这个地方了 谢谢 我也感觉 这个是 儿女 被的老子不在公平 身为保安的林师傅说 这几期测试他全都看过 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那期 你会回应保安的微笑吗 我们一定基本上都能收到微笑 像车一会儿离开的了 车子进来我们都会准备向别人打招呼 很多观众表示 这几期节目不仅测试出大家的真实态度 更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启示 这位带着孩子的妈妈就表示 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孩子已经追到主动去收餐盘了 叫他把房子倒到垃圾里 再把房子放在里面就去 早晨转练的时候 这个节目做得好 是应该有一个精确 国庆期间我们的新闻敏感度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 临距离官方微博也收到了大量观众的反馈 观众朋友们如果有想测试的话题 或者想参与到我们的测试当中 可以拨打热情电话025-8319-5900 或者登陆新浪微博 艾特南京临距离和我们进行互动 江苏城市体验